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苗现在90%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第一针 75%是完成了两针 16-17岁疫苗已经开始接种了 目前全球都出现了Delta病毒的强势上涨 而从数据上看 英国却有点独善其身的意思 千万别问我英国是怎么控制住的 因为我现在真是没感受到任何的控制措施 一切工作和生活正常 正像你看到的 除了你自己 你根本感受不到其他人对这种病毒的紧张 关注大叔的频道 任何风吹草动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2021年8月26日上午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 买卖身份证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吴谢宇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吴谢宇悲观验视曾产生自杀之念 其父病故后 吴谢宇感到亲情摇摇欲坠 认为母亲谢天琴生活已失去意义 于2015年上半年产生杀害谢天琴的念头 并网购作案工具 2015年7月10日十七时序 吴谢宇趁谢天琴回家换鞋之际 持雅铃杠连续猛击谢天琴头面部 致谢天琴死亡 并在尸体上放置床单 塑料膜等75层覆盖物 及活性碳包冰箱除味剂 后谢天宇向亲友隐瞒谢天琴 已被其杀害的真相 虚构谢天琴陪同其出国交流学习 已需要生活费学费财力证明等理由 骗取亲友144万元予以挥霍 为逃避侦查 吴谢宇购买了十余张身份证件 用于隐匿身份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谢宇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隐瞒真相虚构事实 骗取他人钱财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为逃避刑事处罚 购买身份证件 其行为已构成买卖身份证件罪 应依法予以并罚 吴谢宇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 经过长时间预谋策划 主观恶性极深 犯罪手段残忍 吴谢宇杀害母亲的行为 严重违背家庭人伦 践踏人类社会的正常情感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罪行极其严重 到案后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